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國生產的醫療物資質量差劣 備受歐美國家的猛烈批評 包括荷蘭也要緊急回收 60萬隻不合規格的中國口罩 另外西班牙 土耳其和捷克 分別批評過中國生產的試劑 根本上他們的準確率只有兩成到三成半左右 這樣即是比起傳統的窄銀仔 甚至乎是窄勝杯的準確率更低 於是中國的商務部決定 自從4月1日開始就要提升出口的門檻 以往這些醫療物資只需要取得歐洲的CE認證 或者美國的FDA認證就可以出口 現在還要加多一條 就是要取得中國的註冊證書才可以出口 於是乎不少物資滯留在海關的樹 因為改變出口門檻 有線記者就這件事 採訪了中國商務部研究員梅新玉 他一聽到這個消息 馬上就發瘋了 到底他是怎樣說的呢 提高出口門檻是回應國際要求屬於自衛措施 你們自己沒有按照中國的產品使用說明 來正確使用 不加查證就抹黑到中國產品的頭上來了 我們是想用中國的生產能力 還救生命 我們想做善事 但是我們就沒有興趣為著行善 而遭受到抹黑和污衊 這樣提升出口門檻收緊一些 都是順利的意義 再過一個星期 我們看看你們歐美那些輿論在鬧著的話 會記你們歐美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中國政府就將中國人民的生命 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 但是你們這些歐美的政客 這些媒體 這些輿論 根本就無視你們自己人民的生命 以後再要跟中國港密的人權 請免開磚口 簡直說到自己好像大條道理一樣 實際這種氣驗 我們香港人也受過不少 我們香港人已經是體化了 體穿了 但是很多歐美國家 仍然還沒有受過他們的氣 首先來說 他們很喜歡把公平貿易當作行善 他自己說是行善 明明在一個貿易當中 兩者應該是對等 買方和賣方 都是在一個公平的談判桌上簽合同 怎麼會變成賣方就是行善呢 這就是盡顯到一個大國的恩主心態 幾百年來都沒有改變過 你跟別人的貿易 有買就有賣 你有這樣的產能 你生產了一些產品出來 人家外國就有錢 那就買賣 沒有問題 怎麼會將這個買賣的行為 演變成為一個行善即得的行為 完全是說不過去的 你根本上覺得 你們外國這些歐美國家 自己也沒有本事生產那麼多貨品出來 要問我買 現在我們賣給你就是行善 那種心態就是這樣而來 因為中國往往覺得 我生產了這些貨品出來 我有權賣 有權不賣 我選擇賣給你 就已經是向你行善 就已經在支援你了 但人家有給錢的 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當中 剛好就賣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裡頭從來沒有任何恩情可言 第二就是 你看得出 他們是喜歡諱過於人 完全無視自身產品質量差劣這個問題 一味就訴諸說 人家沒有看你那些中國產品的說明書來使用 於是準確率就出現了誤差 然後三句不乎兩句就說 人家抹黑你中國製造的產品 問題就是 人家荷蘭發現的口罩質量有問題 是通過檢測發現的 不是人家不懂得用的 只是口罩而已 那這些是怎樣算數呢 那些是不算的 反正就是輸打贏要 這些就是毀過於人 你自己沒有問題 中國對 其他國家的人就錯了 第三就是上綱上線 為何無厘頭又拉扯到人權問題之上 又叫其他國家不要再跟中國說 什麼人權的問題 要閉嘴了 這些就是很典型的轉移視線 迴避核心問題的招數 總之就不說自身的產品質量差劣 又說東拉西扯 一會兒又說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 說來說去就是中國對 其他人錯了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又說下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市長 他在Facebook上寫了一條貼文 就是感激台灣的捐贈物資 到底他怎樣寫呢 他就說外界向他多次查詢 到底台灣有沒有幫過捷克首呢 所以他就決定公開回應 說台灣將會送25部的呼吸機去捷克 其中9部就是會送到布拉格市 他就形容這些呼吸機是禮物 而中國根本沒有捐贈過任何物資 而是捷克當局以納稅人的錢 真金白銀去買 故此他就認為 那些來自中國的物資 根本就稱不上禮物或人道救援物資 難怪早前那麼多來自中國的 口罩、呼吸機和試劑送到捷克 根本就是明買明買 如果買賣都當作支援 這就真的充滿中國特色的支援 然後布拉格市長賀吉普又繼續盛讚台灣 說他們的防控措施是全球最好之一 有效壓止到傳播的情況 在3月初的時候 他就收到來自台灣的建議文本 就告訴他應該如何應對目前的情況 他就立即將資料交託給捷克的衛生部 使得當局可以遵循相關的程序 最後他還稱呼台灣患難之交 而患難之交才算是真正的朋友 實情那些大國的媒體機器 就經常試圖將中國打造成救世者的形象 但當他們的劣質醫療物資出口到歐美國家的時候 竟然沒有絲毫的反省和愧疚 還反過來向買家法蘭紮 指控別人沒有按照說明書來使用 才出現誤差 這些哪是大國的風範 而且這些媒體機器 還試圖誤導 無論是中國或外國的國民也好 就讓別人覺得中國很慷慨 向全世界的國家展開醫療外交 支援了很多物資 後來才被外國揭發出來 原來無償送贈的物資又當作支援 誰知更多的就是 根本上是外國向中國的廠家落單 只不過是送貨去到當地 這樣也當作支援 難怪中國對於這麼多國家都展開了支援的工作 其實我們香港人對於這種恩主心態見慣見熟 甚至乎很多藍絲 都是採取了這種心態 就覺得香港沒有中國不行了 因為中國一直都在支援我們香港 包括無論是在水、電、食物等各方面都在支援 實際中國是否真的在支援我們香港呢 首先講講飲水私圓的問題 很多建制派或藍絲 經常都說 你們香港人要飲水私圓才好 因為那些水是來自東江的 沒錯 那些水是來自東江的 但那些水不是免費公港的 不是送給你喝的 香港政府是在支援五個九銀錢一立方米的 而且這只是水的價錢 還沒計算總價 總價還包括了什麼 比如說運輸的價錢 那些東江水管維修保養的價錢 還有去到淚水廠那種淨化和過濾的價錢 加起來的時候 每立方米是要九個半銀錢的 相比起海水淡化 其實都是12元 每個立方米 所以 東江水價和海水淡化的水價 遲早就會出現一個黃金交叉 因為你的東江水價只升不降 但是當海水淡化的技術 日益普及之下 它只會越來越便宜 所以遲早就會出現黃金交叉 就是海水淡化的成本 會比起從東江買稅便宜 這些東西香港人一定是要知道的 不可以讓建制派和藍絲帶到才行 接著又說說米 現在米供應好像有點緊張 很多藍絲和建制派經常說 你沒有了中國就死定了 香港米也沒得吃 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不是 首先中國本身已經從一個糧食的出口國 變成了一個糧食的進口國 即是它自身的生產都不夠它來吃 第二就是根本上中國的米 是佔了香港全年的進口7.7% 在去年的數據 主要香港的米進口是來自哪些國家呢? 首先是來自泰國 泰國佔了五成二 第二就是越南 越南佔了兩成九 所以泰國和越南加起來的米 就佔了香港的八成有多 其次還有什麼地方呢? 比如說澳洲、美國、柬埔寨 這些就佔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 因此那些藍絲經常以為 香港的米很多都是來自中國進口的 是大錯特錯 根本上沒有按照客觀事實來反映 所以大家不要給那種因主心態嚇到才行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